那时耶稣说 如果我为自己作见证 我的见证不足凭信 但有另一位为我作证 我知道他的见证是真实的 你们曾派人都约看哪里 他也为真理作了见证 其实我自己并不需要人的见证 但我告诉你们这些话 是为了你们能得救 若汉是一盏点亮的灯 你们也愿意在他的光中欢喜一时 但是我有比若汉更大的证据 就是父交托给我完成的工程 我所做的这些工程 就证明了是父派遣了我来 派遣我来的父也为我作证 你们从未听过他的声音 也没见过他的容颜 你们心中也没有存留着他的话 因为你们不信他派来的那一位 你们研究圣经 认为从中可以沉获永恒的生命 其实正是这圣经为我作证 你们却拒绝赖我这类得到生命 我不尋求世人的清赞 但我知道你们心中没有天主的爱 我因我父的命而来 你们却不接受我 如果别人因自己的命而来 你们反而接受他 你们只求互相清赞 却不尋求从为一天主那里来的光荣 你们怎么能信呢 不要以为我会向父控告你们 控告你们的 是你们所寄望的梅室 如果你们信梅室 也必会信我 因为他所舍的就是关于我 如果你们不信他所舍的 又怎么会信我的话呢